总统蔡英文在脸书曝光视察 云爆假车生产线的照片 还说特别买了兵 为老国军 网友一看大傻眼狂酸 总统是专门去送兵的吗 与其送兵不如少去挑衅对案 你狂破国军机密 国军要地就这样拍出来 给敌人和全世界看光光 你可以拍云爆假车的生产线 那下次是不是连飞弹生产线都可以拍了 这个不算是什么重要的国家机密 但是毕竟还是个军事机密 不是老军 你是老军 当初林志坚抄袭 蔡英文还疯狂力挺 网络传出 蔡英文八月底生日宴上 竟然和赖清德大打出手 因为林志坚退选后 要让郑运鹏接手 让支持郑保卿的赖清德非常不满 甚至认为选举时 英系王军狂骂他捣乱 两人死破连打架 总统普痛骂说 这是假讯息还报警处理 但有人嘲讽 且这假新闻太不了解小英 小英光是王军就一大堆 哪需要亲自动手修理你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东西 你们还煞有戒事 还报警处理还干嘛 你们到底是不是心中有鬼呢 还是因为你真的打了在赖清德 只是你不是用拳头打 而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打他呢 觉得自己的巴比被人家抓住了 才要全力翻 要说政府总统像大妈一样打架 没人会信 但才来新结局是皆知 要说英系没有狠狠修理过赖清德 恐怕也没人会信 记者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